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昂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这两天啊 老兵讲了非常多关于三只羊集团的故事 那么现在啊 有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关于这个小羊哥在直播间里面 在他们直播带货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 也是令人觉得非常非常牛逼 非常非常炸裂的啊 这这家公司已经刷新了中国人的啊 就是下线了 就非常就是非常非常牛逼啊 已经令人已经无法可说了 那么昨天呢 我们已经说过了 关于这个三只羊的啊 卢文庆这个人的录音 卢文庆的录音 一开始首先出来辟谣的 是这个大羊哥的老婆叫大羊嫂 这个大羊嫂呢 叫她来出来辟谣 原因有二 第一 这个人他是当老师的 那么当老师的呢 很多人认为 哎 当过老师的是不是会有幸运啊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现实生活中当老师的人都挺难搞的 挺难对付的 挺难缠的啊 信仰也比较多 所以说现在在中国有多少是为人世表的 对吧 所以说这种这个大羊嫂被他们拎出来 第一 就是他是老师这个身份 容易博得别人的信任 当然你大羊嫂 你作为一个老师 作为一个有一点知识的人 你居然公开的说AI合成的这一段录音 不是真的 那么谁录的这个录音 答案非常简单 就是三支阳内部工作人员 三支阳内部的啊 这些啊 技术人员 偷偷把这个音给录下来的 然后现在这个录音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境内的版本 境内的版本 我们只能听到我给大家播放的 现在还有境外的版本 境外的版本 老兵说了 你自己去找 我这里就先暂时先不找了 境外的版本 你也去听一下 境外的版本 他最后这个卢总还说了一句话 就跟这个大羊嫂说的 大羊嫂不是叫他 别说了 卢总你喝多了 别说了 他就说 你闭嘴 你不是也吞了吗 也就是说 说这个大羊嫂也吞了他的精 也就是说 整个这家公司 这个卢总讲的所有的女主播 我全部都上过 哪一个我没有上过 这个事情是真的 包括小羊哥 也许还有他的老婆 这个大羊嫂也是 就是大羊哥的老婆 那么由此可见 这家公司是多么的混乱 对吧 这家公司混乱到什么样的程度 也 那么这个大小羊 是否只是作为傀儡存在 对吧 作为傀儡存在 那连老婆都要捐出去 那这个令人觉得是 非常非常的夸张的 连他老婆都要捐出去 让这个卢总夯 但是现在又有另外一个消息 更加炸裂 这个消息的炸裂程度 令人是瞠目结舌 那就是说 他们这伙人 全他妈都是臭味相投的 本身就是 全都是一群淫棍 全都是一群 非常非常恶 非常恶的人 那么我们来听一段这个 这个录音 这个录音其实它是一个视频 但是我视频这边 我就就不放了 那么这段录音 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 是8月29日 他们旗下主播 乔妹 到目前还没删掉的一段录音 而且在这个录音 我们来听一下 大家听到了吧 在这个8月29日的 这个直播的这个视频当中 有女人 在身影的这种声音 而且这种身影的声音 她 嗯 嗯 嗯 她这个声音 还不是被在操的 这个声音 还没有 就是肉棍子还没有进去 操 而是听到这个声音 像她嘴巴里含了一个鸡巴 也就是在口交 然后这个女的 叫乔妹的这个主播 她不是拿 她说吹喇叭 拿了一个小号 出来 在这个有眼睛的网友 发现 在这个小号的 喇叭的这个 反光当中 有一男一女 正在做 刚才那个动作 但是 看了不是很清楚 但是能够看到 光着身子 在那边做这个事情 然后 还有这个小阳哥 肩膀的后边的 这个玻璃的这个反光 也能够看到 有人在黑胸 那么 这个呢 有没有可能是 卢文庆 而那个女的 有没有可能是 哪一个什么主播 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 从这个视频当中 可以看到 已经我们听到了 这个声音 这伙人是太猖狂了 这伙人简直 毫无底线 毫无下限 老兵骂他们 骂的没错吧 我告诉你 但是 上海话 就是下流胚子 你这个人很下流 你们这伙人很下流 然后我 我说他是憋三 是他妈滚地龙 是他妈的 九流的下三烂 没错吧 你公然在 面向全国的直播当中 在干这种事 你们这些人是有 无聊到了 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和淫荡到 什么样的一种地步 在直播间 共来的 在发出这种声音 而且这边 在面向全国直播 带货在卖东西 那边在 在拷逼 那么 也就可以佐证了 这家公司是 极度淫乱的 是个淫窝 这些人 毫无底线 毫无下限 毫无下限 非常无耻 所以那个 卢文庆的那个录音 他里面所说的内容 它是真的 而且他说 所有的主播都被我上过 那大小杨的老婆 现在大杨的老婆 已经正式 就是说 是卢总 卢文庆 卢总 跟清八掐架了 这个 非常 猙獰 暴虐的 这么一个 一个嘴脸的人 他也把他老婆给 给 给夯了 啊 那整个这个公司 就是 这些 这两个 这弟兄两个 为了钱 为了红 无所谓 就是 就是一大家子 全都是这么 这么淫荡的 包括小杨哥 他爹 在小区的 小区的群里面 公然的在那里 放漏鸟的视频 把鸡巴 在那里掏鸡巴 在那摸鸡巴 给整个小区的人看 也就是说 这一家家子 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子 我 我简直就是 就是 就是让我觉得 就是说 就是说真的 我觉得他们 是不是精神上面 有点问题 还是说这个人 他们 就是说素质 低劣到 如此的程度 就老子是这样 儿子也是这样的 而且还可以 把老婆 弄出来 大家一起去玩 卧槽 这个公司 太炸裂了吧 而且 所以这家公司 他不能够再存在 中国互联网上了 这几个人 也不能在中国互联网上 再出来了 如果再出来的话 中国的监管 中国的和中共 所提倡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那他们简直就是个屁 如果他们还能够出来的话 那简直就是个笑话 中国就是个笑话 中共就是个笑话 所以老兵说 这种人是必须要 给他封禁掉的 而且他们的存在 对整个国家有好处吗 万能穷 亿能富 这样的结局 这样的结果出现 他们消灭掉了 非常多的经销商 门店 但这些人 他们是要养活和雇佣 整个产业链 要雇佣很多人 而今天全部被这个想要给大洋 给垄断了 而 他们形成了垄断 形成了托拉斯 中国是有垄断法的 你形成了垄断 形成了托拉斯 也就是说 在销售这个环节 包括他们自己 还OEM去生产 整个这个环节 而且不 拒不赔偿客户 拒不赔偿受害者 而且还非常牛逼 受害者跟我们客户来搞 告到他们这些人 倾家荡产 给他们发律师函 让他们倾家荡产 中国难道离开这些人 我们就没办法活了 以前没有直播带货的时候 我们不是活得很好吗 所以我个人认为 要封禁掉直播带货 因为直播带货 因为这帮网红 他们正在破坏 整个市场经济秩序 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事情 如果中共再纵容这种事情 这是极度短视的一件事情 连美国 老美可会做生意 老美可精明了 老美是资本主义当中的资本主义 是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 是帝国主义 老美都知道 不能够放开直播带货 即使不能够放开直播带货的背景之下 你看看这个老美 他还是很多门店在关 你别说像中国这样了 而且让这一群如此毫无下限 用来往的话来讲 这帮人在熬干锅 熬干锅 把自己的这块臭肉 的所有的这些臭毛病 所有的快感 所有的恶 全部他妈的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企业居然是得到地方的福祉 所以我说过 安徽原省委书记韩骏 只能够把它发配到农业部去 那你韩骏作为地方大员 你在干嘛 你还给这家企业去站台 你给这家企业去站台之前 你有没有调研过这一帮人 这一帮人是帮什么东西 对吧 而且他们把那个默默送进去 采缝论机 是在你去视察之前 你对这一帮人的道德底线 水准 有没有一个态势感知 你 对吧 也有 一个省 也有 也有这些安全的这些部门 他是 他是专门来进行 对这个人进行舆论调查 和评估的 有没有这么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这个里面太他妈 太他妈淫荡了 太他妈淫乱了 这他妈太夸张了 整个这个公司 太夸张了 你要干的东西什么 这些人为了钱 为了钞票 而且 毫无敬畏之心 就这样的人 让他上位了 让他踩在你我的头上 饿屎饿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还有多少人 想要去努力 还有多少人 觉得努力是有意义的 有多少人去捍卫所坚守 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多少人 看到这些人以后 对自己原来的价值观 形成了冲击 所以说中共必须要灭掉他们 我说这样的人 这种货色还能够在 网络上面存在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到今天8月29号 他们还敢 还这么牛逼 这么猖獗 这是对整个大众底线的挑战 必须要封掉 谢谢各位支持